请看第一集 对严重外伤的商业应该采取先救命后治商的原则 2017年暑假开始实施审理教育 在新生当中进行应急救护技能的培训 通过六次理论课、十次十超课的学学 在学期结束的时候进行应急救护技能的考试 要是合格的可以取得应急救护证书 我们一定有三届毕业生获得证书 当初比较是同学生亿万十方四个平方 学生的心理问题严重背景下来是大约 此事之后的效果也很好